这就算生活吧 喜怒哀乐 结为细 好了 下面这对家民朋友 也人尽中年 他们同样碰到了情感困惑 他们的困惑在哪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当在正前的国家 其实有大大人的工作 他正前就知道 和几位因处四处留情 我害怕他这样傻子 对我不管不顾 这样不负责任的楼骨 我真不想和他这样挂下去了 好了 接下来看看 这对情侣到底遭遇到了 怎样的困境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老王四十三岁 来自山东 个体经营者 女嘉宾王女士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食品厂的工作人员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结婚六十年吧 二十年了 老夫老妻了 对 有孩子没 有 几个孩子 一个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十九了 十九了 今天来干嘛 我感觉他这么 结婚那么多年 他一直都在抢我 我们两个是图书 后来经过明年再说 走到一块 六十岁定了婚 结婚以后我才发散 他喝酒毫无截止 当时我想和他分手 是他上回去了 定下方式说 这彼此都不太喝酒了 结果结婚以后 他越喝越凶 假如我结了婚以后 结了一年多久啊 你解决你只是 当着我的面不喝 逼着我你着 你说你和朋友 在一块 能不喝的酒吗 哪里都有几个 不喝酒的 主持人你不知道 他吃着酱油茶 从朋友家喝了酒 吃着酱油茶 然后放到狗里 放到狗里以后 摔的是 怀民三千三一 不醒来时 醒了以后 早知半个人不睡 你知道当时 我怎么难过吧 我看到你躺在床上 那时候孩子还笑 你知道我心里 怎么难过了吧 你能体调体调我了吧 现在还喝吗 像他不喝了 几乎 他当时他起过 今天就 在过 差段时间 他又喝了 就以后 骑着酱油茶 也不知道是 对面来那辆车 照着他 可能是眼睛看不清 然后他又摔到路边 可能是一块石头 搁到他的油 然后有主要 发行固执 都像他 你不是说你不喝了吗 怎么前段时间 又摔了 我几乎不喝了 我来到 那天又非常高兴 和朋友在一块 喝多了 喝多了 你就别骑电动车了 除了喝酒 他有什么问题吗 他本来喝酒 就不对我说 他一句 就就然后他摔东西 他摔东西 摔东西 比方转 转转转轨的摔 他一般都摔什么呀 这样是 这样的 他摔东西的时候 他喊一路啥 我摔东西了 他气得我 如果喊到啥 如果我喊到说话 然后他摔 你要不说话 他就不摔了 是吧 有时候我也控制 不得不摔 那就是你们俩吵架的时候 他摔呗 就是我回家 他就瞅我 车我就不理他 上床上去 他就上去打我 他打你 有时 现在那次 他把甲毛都给我摇破了 还咬我 还咬你 我 我就说 我不联系 打他是个牛奶 我就 手里有什么东西 摔什么东西了 啊